今天要换这个窗 现在是一个固定的玻璃 要换成这种可以压出来的 casement window 搬的是这个二楼的窗 然后我选的是跟一楼这边比较搭的这种 不管是从颜色试样 还是各个方面 希望待会没有什么违和感吧 玻璃已经去掉了 这次我选的是retrofit 关于retrofit和new construction的区别 我下次可以专门出一个视频 这是窗的里面一面的 对我把手是在左边这样子拉 然后窗就往外走 因为我左边比较好弄 然后这个是窗框 它会踩掉的 踩到某一个这样 它可以塞的进去 然后它就可以塞进去之后 外面的那个蓝色的框还是会在的 外面的casement不会被盖住 看一下这个横截面了 就是这个蓝色的框 这个叫casing 现在 可能该随不移 嗯 嗯 它现在在封这个corking 这个casement window 非常非常的顺滑 就操作起来很舒服 这个是我买的 嗯 窗 定过最满意的一次 没有封的 没有封的这个casement window 还是可以 然后这个是可以开到就是90度的 就这样子 完全就是超过90度 这个还让它封了一下 这个外框的 呃跟外墙之间的那个sill 所以现在看上去有点白白的 是那个corking 对整个安装这么一扇窗花了一个小时 还是很快的 然后再花了点时间做清洁收尾吧 我的go就是要跟其他的窗都很match 现在看起来是挺match的 那我们这次订窗呢是用的home depot的 那我也不是第一次用他们家了 他们家的好处呢就是说是包供包料 而且是终身保修的 by the way这个不是sponsored 然后他呢是跟就是你local的那个contractor合作这样子 而且他是包供包料是连permit也包的 像我上一次住的city呢是不需要permit的 换窗不用permit 这一次搬家的这个city是需要permit的 那么他就会去帮你申请permit这样 但是有一个缺点吧 就是他的报价是不是给你itemize的 但是一种比较简单的你想要算出他包供包料的那个料和工分别是多少的一个办法呢 就是你可以到home depot那边先去就是报一个没有人工的就是材料价就是你自己安装然后你到home depot pick up 然后一共要多少钱 然后呢你再让他报一个就是包供包料的假 那你如果就是记得自己选的那个选项都是一样的话 那么你减一下你就知道他人工一共收你多少钱了 那这个人工呢是包含了像我刚才说的permit还有他后来的安装 还有包括他前期的order之前是上门测量 然后在你家就是咨询 然后在你家就是下单 我们一共包供包料是花了1242 谢谢啊 谢谢啊 谢谢啊